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实验室的狂人们比 安吉拉作为最节地气的正常人 十分想拉闺蜜上楼去蹦迪 奈何布巴皮斯 大过节的还送来一具尸体 给了老魔小骨一个留下来工作的理由 这是某处的施工现场 从废弃的防辐射掩体里面发现的一具白骨 看着服装打扮是上世纪50年代的风格了 尸体的头部中枪 手里还握着一把 布斯这个节骨眼送过来是觉得 这死者是自杀无疑 打算找小骨验证一下就能够快速的结案 回家过圣诞节去了 然而小骨一眼就看出肯定不是自杀 自杀可摆不出这么标准的安详姿势 反正小骨也是不过圣诞节的 就拉着布斯一起来加班了 检查后果然 尸体的遗物里面就透露着古怪 他的口袋里面有一枚婚戒 还有两张飞往巴黎的飞机票 以及若干情书和一些零钱硬币 这明显是打算向妹子求婚 多蜜叶的节奏啊 人生三大喜事之一 听说过喜极而弃的 没有见过喜极自尽的 另外有一点奇怪的是 情义绵绵的情书是留下了不少 但都没有署名和死者通信的爱人的名字 对方只神秘的留下了一个四叶草符号 正式开始调查 顺便正用了路过的哈金和小天一起来加班 一次普通的事件 因为圣诞节气氛松懈的哈金 在小天聚开腿骨提取样本的时候 他悠闲地摘下了口罩 偷喝了一口淡酒 死者被聚开的腿骨颗粒散播到了空气当中 或是被投喝淡酒的哈金洗了进去 或是通过通风管道 触发了研究所的神话安全系统 颗粒中含有峡谷病的霉菌 因为哈金的操作失误 他很有可能就感染了 现在胜余在研究所的几位都要被隔离 直到度过潜伏期 确认没有感染才能够出门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圣诞节注定要与他们无缘了 谁让你这个巴皮布斯这个节骨缘上来压榨小谷的剩余价值呢 这下他没有办法陪儿子过圣诞节了 说布斯是有儿子的 但他未婚 因为孩子他妈不愿意跟他结婚 不安全在孩子他妈那边 他和儿子因此是聚少离多 自然就把圣诞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当然这也打乱了其他人的计划 安吉拉和彭哥艺术家父亲的团聚 肖天和大家组的热闹 哈金和女朋友等等 唯独小谷没有过圣诞节的计划 他没有腰间的人 上一集也就说过了 小谷的父母在他15岁时失踪 但其实他还有一个大他4岁的亲哥哥 因为父母是在圣诞节前失踪的 哥哥曾想要代替父母补偿妹妹 陪他一起过圣诞节 但那个时候呢 小谷一心只想要父母能够回来 这让小谷的哥哥也识到 自己没有办法给妹妹想要的生活 就离家外出打工去了 一家人都是很心思敏感 不善于表达的样子呀 这么多年 小谷还是在等待一个结果 父母到底为什么会失踪呢 他们现在人又是在何处 因此他能够同理心感知得到 回案中的另外一个受害者的心理 那位死者想要求婚的对象 半个世纪的时间 他或许还一直在等 那个成者气才相应的男子会来娶自己 可他和小谷一样 除了对方杳无音讯 其他一无所知 那种未知的伤心和无助 让隔离期的小谷 更加努力的想要尽快找出死者的死因 以及他神秘的未婚妻 根据死者的遗物 布斯很快就查找到了死者的身份 他在1958年失踪 曾是石油公司的秘书 他有一个收藏硬币的爱好 失踪之前 他曾陆陆续续卖掉了不少的藏品 估计就是用来买婚戒和飞机票的了 他还曾在服装店里订购了结婚要用的礼服 只不过因为与害的关系 并没有准时去取 在调查死者同事关系的时候 有一位黑人女生引起了注意 她的名字暗合了死者 遗物中情书上的署名 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黑妹就是死者的心上人了 为什么他们在一个公司 却没有一直公开恋爱的关系呢 倒不是公司禁止谈恋爱 而是那个时候 死者所在的州 是禁止黑白种族通婚的 那张去往巴黎的飞机票 想来并不是用来度蜜月 而是私奔用的 死者准备带着黑妹 私奔到开放的法国生活 而这个本来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被某个人的私心给打断了 之前说过 死者有收藏硬币的爱好 生前他本人也卖过一批 怪的是 死后他的藏品仍然有人在卖 那个人就是死者生前 收购他硬币的古董商人 推测应该是古董商人 演参死者的珍贵收藏 便起了贪心 想用更省钱更省力的方法 就是杀害死者 直接夺走他的藏品 在枪杀了死者之后 就把尸体抛弃在了废弃的掩体当中 这个凶杀案 一掩盖就是长达快半个世纪的时间 凶手本人都已经被时间给熬死了 但死者的未婚妻或许还在世 经过检测 大家都没有受到感染 可以提前回家过圣诞节咯 小谷则继续留下 尽力地去寻找死者的爱人 幸好他还在世 由外孙女搀扶着赶了过来 提到死者 他果然以为对方是一个复兴汉 原来当时的黑妹已经怀孕了 死者才会急着 变卖硬币 卖GPL和戒指 赶着早点和黑妹私奔 可惜被起了杀心的古董商人 顿纵了这个美好的结局 以为死者抛弃自己的黑妹 仍受着当时对未婚先欲的偏见 独自生养于死者的孩子 这些年辛苦就算了 他心里也怀着对死者的怨气 如今 小谷把真相传达给了已经做外婆的黑妹 相信他心中的这么一块石头 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 记得死者遗物中有一些零钱硬币吗 那可不是零钱 既致的死者 把最贵重的藏品贴身显戴 其中有一枚硬币 现在市值就达到十万美金 小谷将他们物归原主 算是死者这位 未曾蒙灭的外公留给外孙女 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圣诞礼物吧 嘴上一直说 讨厌圣诞节的小谷 也误打误撞了 成为了圣诞老人 给死者的遗孤们 送上了精神与物质的双份礼物 本集完 这集是圣诞节特别篇 案件或许并不复杂 但是交代了很多成员的家庭背景 这些情况不仅仅是为了 应景节日短暂提到的 像小谷失踪的父母 布斯的儿子 安吉拉的父亲 今后还会再次和大家见面的 十二季很长 让我们慢慢一起见证 小谷的成长吧 最后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Let's all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